有日本 台灣 菲律賓 然後美國加進來之後 往下走就是澳洲 這幾個國家就在南海來進行聯合軍演 中國不是欺負菲律賓嗎 找這幾個老大哥 大家一起來幫忙 對抗中國的這個南海的危霸 阿古斯從英國到澳洲到了美國 美國就層層的把這個聯盟體系 一塊一塊一塊的把它結盟起來 所以習近平現在壓力很大 當然習近平壓力才會找馬英九去嘛 跟馬英九講一講說 我們沒有啊 沒有要搞你們台灣 台灣人民多多來到中國大陸看看啊 我們大陸人民也到台灣去看看 其實他都在什麼 拿出胡蘿蔔出來了嘛 他在放軟了 大家剛剛講到的 現在日本他們現在是發展了一個神盾艦 這個神盾艦剛剛講的時候 叫Spice 7 這個Spice 7就說 我想說你今天神盾艦上面的東西 你可以偵測到的路面 偵測到海面 偵測到空中也就算了 他說你連天空的衛星的調度 他都可以偵測到 對這就是美國願意放給日本 在神盾艦上面增加這種功能 為什麼 因為他整個陸海空整個系統 我們知道神盾艦最重要的 他們是陸海空 他是陸海空 太空都有 對 空跟太空是差不多 就是說太空的部分來講的話 美國願意開放這個衛星給日本來使用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突破 而且他們現在美日來講的這個峰會 不僅僅只是在討論這個所謂的 軍事同盟的概念而已 他們也要共同願意未來上月球 還有越來在整個太空的一個發展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美日的結盟越來越密切了 對 越來越密切 而且他們現在也提到了這個 阿庫斯的東西 美國也在考慮說要讓日本加入 成為阿庫斯就變成JAKUS 所以日本就加上最前面了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整個圖像 攤開世界地圖來看的話 重走來講的話你看到 有日本 台灣 菲律賓 然後美國加進來之後 往下走就是澳洲 所以你看到這幾天 4月7號的時候 這幾個國家就在南海來進行聯合軍演 那這個聯合軍演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知道說中國不是欺負菲律賓嗎 那菲律賓來講的話 就是找這幾個老大哥 大家一起來幫忙 所以這四個國家都在南海進行軍演 來對抗中國的這個南海的威霸 結果呢你在看到阿庫斯來講的話 你再加下來 阿庫斯從英國到澳洲 到了美國 你看他就有點像一個海軍的一個毛的概念 然後再加上一個重走的概念 這就是一個十字架的概念不是嗎 這十字架概念就是來對付中國的啊 所以現在來講 美國就層層的把這個聯盟體系 一塊一塊一塊的把它結盟起來 然後來面對的就是這個中國 不讓中國越出這個所謂的 所以習近平現在壓力很大 當然習近平壓力才會找馬英九去嘛 跟馬英九講一講說 沒有啊沒有要搞你們台灣 你們台灣應該 現在他講了啊 台灣人民多多來到中國大陸看看啊 我們大陸人民也到台灣去看看 其實他都在哪 拿出胡蘿蔔出來了嘛 他在放軟了 他以前不是在講說不放棄使用武力對台 所以他在講說這次馬英九去 就根本就是習近平的下台階 也是對就是習近平想要透過一個方式 講出他現在要放軟之勢 為什麼他看到事情越鬧越大 然後整個美國來講 你看這幾天來講的話 也傳出說美日非的高峰會議 也會提到台海和平和穩定 你不要再講說什麼 那時候拜登的國慶之吻 就第一次提到台海的和平穩定 所以現在全世界目光全部焦點 聚集在台海的這個地方情況下 那現在來講的話習近平怎麼下台 只好找馬英九來 然後告訴他一些然後下台嘛 所以現在整個結盟體系 但是這種結盟體系絕對不會放軟 那剛剛有提到 日本他未來的軍火工業 特別是太空事業 會隨著美國的拉拔起來之後 這個捆龍鎖一打開之後 那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美國長期以來就是在東亞 要嘛扶持中國 要嘛扶持日本 那既然扶持日本了嘛 這個趨勢已經定下來 大概30年到50年的光景 是不會改變的 那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一擺動就三五十年 是 所以現在你看到 現在日本就趁這個機會要求什麼東西 我們知道2015年的時候 日本通過新安保法 然後把整個這個所謂的 美日安保的體系來講的話 做個改變之後 接下來他有這個防衛指針 也做了改變 今年來講愛天文雄到美國去 要處理什麼事情 就是駐日美軍的指揮體系的一個改變 我們知道以前 這個駐日美軍要有什麼動作 必須先把這些相關的指令 回送到夏威夷的印太司令 然後從印太司令這邊再回送到 這個沃伊拉瓦或是橫田基地的 這樣一個指揮 現在這個指揮體系 未來整個會改變掉 整個改變就是只要有派一個 美國的這個中將在這個上將 在這個日本來講的話 直接指揮包含日本 還有包含美軍的所有部隊 也就是學 就變韓國一樣了 對 就變得跟韓國一樣 因為在日本有點複雜 日本自衛隊不是國軍嘛 不是他們的這個 他們叫自衛隊而已 不能叫國軍 因為他們憲法規定 那現在來講 他整個體系要做改變 這是什麼 這是岸田文雄去準備要求過來的 那如果美國整個指揮體系 願意做這樣的改變來講的話 整個我們剛剛講說 不僅只是捆我手打開而已 連指揮調度軍隊調派 如果未來包含台海 如果發生戰事 日本的部隊要怎麼過來的 全部都變成 我們想講 他在韓國韓國的兵權 是掌握在美國的手上 對 現在日本的兵權 也要掌握在美國手上了 是 未來就變成這樣子 而且調度非常容易了 就不用再回傳到印太司令 再回傳到日本來 這是做完來講一個過程 那日本也在做件事情 就是他也成立了一個所謂統合觀 統合觀的目的就是把他的三軍 也做同意 就像我們的參謀總長的概念 那這時候跟美國這邊要對接的話 那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整個在軍事調度來講的話 不僅僅只是防衛他的日本國族而已 我們講說周邊有事 台海有事 這時候日本就會發揮他的影響力 好 所以維翰 美長 你對日本非常的熟悉 現在日本真的跟美國的關係 驚非喜比了 這邊你看今天包含岸田文雄跟拜登 個人帳號 通通PO出這張照片 對 他就是告訴你 我岸田文雄已經到美國了 他們兩個拍照片 對 兩個都自拍的同時PO 日本現在所有的媒體 包含他的通訊社NHK 都是這張照片 岸田文雄已經去見美國大統領了 美國大統領 而且夫婦一起吃飯 所以關係很好 可是寶基哥你要知道 這是有鋪排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去之前 英國的金融時報 你這個照片有興趣 他們聊別人是有學問的 拜登是個美國的國旗 那岸田文雄是美日的國旗 對 所以這張照片 兩個人同時PO 並不是說去蹭或怎麼樣 代表說美日現在關係好 可是出發之前 反正跟你知道金融時報寫什麼 他說就是剛剛提問在講的 這個AUKUS 澳洲 英國 美國的第一支是三國 兩種狀況 一個就變四個支柱 第一支柱變四支 本來是三支以後再加一個日本 第二個就是三個支柱 還是這三個國家 但是會加入第二支柱 那都形同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 統統加進來 這就是亞洲版北約 看地圖嘛 什麼叫地圖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所謂的作戰圖像 共同作戰圖像 我現在打這個三角形 寶基哥你看右邊那裡 今天如果澳洲在右下角 然後所謂印太 印太的戰略左邊是印度 加進日本以後 這個框框框起來 台灣在哪裡 我們在裡面 在中間 好 那今天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也好 或是AUKUS的價格資本叫JOKUS 這四個國家也好 它同時有辦法 軍事同盟 而且資訊互通 包含美軍的武器系統 甚至連AI的指揮都加進來 對耶 所以你就知道 差不多全部都是北約 北約規的武器 不是美國現在正在兵推嗎 它其實有好多部分 每一個東西就需要這樣 那它幹嘛 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 對抗中國 封鎖中國 把它要的就是這個嘛 那當然沒有錯 澳洲要的可能是核子動力潛艦 可是呢 美國跟英國 特別是美國 為什麼會放這個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 通常都來自美國 全會價 它就希望日本要加進來 可是呢 日本方面並沒有明確說不要喔 它只有說說 因為它消息除了有這個以外 還要加一個日本智慧隊會去菲律賓駐軍啊 那個又有一點 智慧隊可以去駐軍 所以那個講說 現在目前還沒有生米煮成仇犯 可是對於加入AUKUS 或者是成為所謂的第二支柱 都沒有否認 然後就PO出一張照片 再看一次 有沒有 美國跟日本的總統跟首相 兩個人這麼麻吉 所以它形成的同盟關係 就不可同日而語嘛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 會跟大家講說 欸 每次才要封貨而已 那邊習近平跟馬上 要見面 是不是要奔廷抗禮 才會有人講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場合 因為保傑哥 剛剛廷委也跟大家說了 現在美國積極要把日本拉進來 然後從那個共同作戰圖像你看 它不是只有一個地域的概念而已 它還有整個 你要知道 這整個印太都是使用美軍的武器 系統是一樣的 可是我不懂事 馬英九是學習國際政治的 那現在這個趨勢也這麼緊了 美日已經進來這麼緊密的聯盟了 就馬英九跑到了中國去反日 剛剛馬辦也有發聲明 他講說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他說因為中國大陸 一向把台灣問題 稱為內政問題 所以不會拿來跟國際分庭抗禮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有沒有分庭抗禮 美國跟日本的總統 首要見面這件事情 再加上我剛剛給大家看 這個地域圖 以及金融社會所講的 這個AUKUS會不會加入日本 它的加入有兩種 我剛講的就變成是四方 又或者是它有第二支柱 那就不只是只有日本 包含了印度 包含了相關這些 跟美國友好的周邊的國家 整個都加入進來之後 會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個 壯大跟崛起 有一定程度的壓制效果 小麗媛希希每次來台灣 都要跟你吃飯 我才知道你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而這次馬英九到了中國去之後 居然有很多日本人 打電話跟你說 馬英九在幹什麼 而且他們聞到一個 非常特別的味道就是 馬英九要展現一個非常強的 反日抗日的態度 包括他在長城唱那個長城堯 如果你有一點點在當時的背景了解是 那次等於說是盧溝橋事變後 918事變後 整個最強烈的抗日歌曲 所以日本人想說 你在幹什麼 你現在的馬英九 你要抗日嗎 保證哥一下就戳中重點 就是說馬前總統的馬習二會 各方解讀 我覺得現在最頭痛的可能是朱立倫 他到底要不要 等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錄影時間才5點多 他等一下要不要出來認真馬英九 講的是國民黨的路線還是不要 或者閃躲我不知道 保證哥講那個我等一下跟你講 日本的學者們最近非常憤怒 他們覺得馬英九要統要讀 聽到的事情 不要拿日本出來墊背 一天到的是講抗日 而且呢 我接到的抗議的訊息 真的是多到我實在是 因為他說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去喔 都精細核心 你還可以學中文考抗日 因為日本的很多支台派的學者 他們對馬英九的認知 他們覺得馬英九 你根本就是騙了日本人 他覺得馬英九當時在選 這個國民黨黨組織要選總統之前 他去日本 我也去啊 他是所有的黨去拜會的時候 他說我馬英九不是反日派 是支日派 那當時很多日本學者也就認同了 現在翻天講說 不是 你根本是仇日派 一天到晚跑去那個中文大陸 他要哭呢什麼抗日抗日 他什麼騙日本人 他連台灣人都騙了 還好我沒有通過他 馬英九你們有沒有發現 去年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馬英九 基本上談中華民國的次數頻率 比今年多很多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去年沒有要見習近平啊 今年要見習近平 所以當然要 他就說了 應該說他也考慮到 考慮到他如果這樣 如果照去年這樣講 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就見不到習近平了 中華民國以前 國父創建中華民國 可能或許就會有反對 就不讓習近人家見面 或許第三去年叫中華民國在中國 李登輝講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不對 他講中華民國在中國很多痕跡啊 你看這裡有怎麼樣啊 抗日什麼的 今年叫做兩岸都是中國人 而且他的炎黃子孫 一直在講中華民族的 把抗日因素加進來 他幹嘛要這個樣子 難道他要接替 這麼成為這兩岸的買辦嗎 他現在目前 買辦不買辦 可能大家各自用詞解讀 但他會成為唯一的對口 有可能 因為現在連戰已經不管這個事了 唯一的買辦 唯一的對口啦 就是說國民黨那邊看來 你今天沒有比他分量更高的人 那這個會變成是以後 對大陸失誤國民黨不行 海基會沒有 陸委會對不上的時候變成是馬辦 馬辦變成是唯一可以通習近平的人 那因為他這次的論述是 兩岸都是炎黃子孫 血濃於水 這個話台灣很多人聽不下去啊 共機還在擾台 花蓮還在地震 結果你去大陸哭了都是這些 然後還有把跟你講到這一點 講了以後不怕被人家罵的 因為確實在台灣大部分 像我以我的出生1974年 還有我的爸媽 我的外公外婆 我的外公外婆是日治時代 講日文的嘛 那在南京大屠殺 或是抗制的過程當中 台灣人其實不是抗制的一方啊 這個必須要了解 但是兩百萬的外省出現是 所以才會說台灣很複雜嘛 那馬英九現在選擇的路線就是 其實我看得很清楚啦 他就是要降低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 他覺得說你看 我都 他這樣怎麼能解讀是何統派呢 回台灣以後看麻煩怎麼說 我覺得看起來像是 兩岸要和平解決統一問題 可是這個論述未必是台灣的主流的論述 所以我才會講 也許對馬英九的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馬其二會的歷史定位 其一 第二降低兩岸戰爭的風險 其二 其三 對國民黨2028選總統的難度 其實是增加的 因為如果你背離台灣主流民意的話 盧秀燕也好 韓國瑜也好 下次會更難選 拜託 你說習近平這次為什麼敢要馬英九過去之日 習近平受不了了 因為現在他已經感受到了美國的包圍 葉倫已經搶了 你現在在太陽冷 你在電池 你在電動車 你現在大量的輸出已經對全世界造成極大的一個傷害 美國不會坐視不管 那什麼叫坐視不會坐視不管 導播不開花片 現在歐洲很多的碼頭裡面都已經堆滿了中國的電動車 而且是低價行銷 如果這樣的低價行銷 你會把各個國家的工業全部摧毀 是 現在他們認為這是中國透過低價產品的方式 對全世界進行的一個貿易大戰 這堆滿中國的車子 是 這都所有的港口的車子 而且你知道嗎 你本來心想說你已經堆到這個歐洲的很多的港口了對不對 他沒有他一艘一艘船裡面還是滿滿的電動車 就是要不斷的進入到歐洲的這個市場 就是要攻城掠地 就是要透過競爭競爭殺價殺價的方式 要不斷的把你歐洲所有電動車全部都殺到沒有退路 所以他們就認為為什麼這一次的世界 不僅是美國要對中國採取所謂的高關稅 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 針對各個不同的產品 都要跟中國這邊開始算總賬 所以你說這個關稅壁壘已經不是美國 這個關稅壁壘歐洲已經加入 而且不但是歐洲加入 你剛剛講 跟中國交好的阿根廷也要加入了 是 你知道嗎 阿根廷現在要開始調查是什麼 是調查中國的電梯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事實上整個房地產已經趴在地上 你如果房地產都趴在地上 你有需要電梯嗎 你不需要電梯 但是你電梯還是要生產 因為他們還有產能出來 就變成一個方式 我中國內地不需要 我就行銷全世界 你要知道現在中國很可怕的是 它的製造業在全世界是高達4成 所以全世界的佔比裡面光是中國 它現在高達4成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內部不需要這樣的需求 我就全部往外送 而且往外送的情況之下是消價競爭 所以它這樣子輸出這樣子的低價產品 會把各個國家各個的產業 全部殺到片甲不留 這才是為什麼目前為止 大家會討論到高關稅的原因 那剛剛提到 歐洲跟美國針對的是什麼電動車 阿根提針對的是什麼 是針對於這個中國的電梯 那個智力針對的是什麼 是鋼鐵啊 所以他們心心想說你現在 已經變成是你能賣的 它現在已經關起來 打開門把所有的低價產品 能賣的全部往外造 所以它搞的是你不讓我中國活 我讓你們全世界都沒得活 所以這種情況起來為什麼大家會開始拉幫結派 認為說這個已經不是美國電動車的問題 這不是歐洲的電動車的問題 你看智力也有智力 面對你的中國的那個鋼鐵瓶請銷 然後呢阿根提面對你中國的電梯請銷 然後呢英國也直接調查你的 挖土機跟電動自行車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這個牆 你這個牆 我就用這個來殺你 所以搞到中國變成全世界都討厭的對象 因為你的低價品殺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真的是產品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而且現在中國的經濟 這也非常糟 我剛剛講今天居然有一個水泥跌 水泥公司 它的股價跌了99% 還有李嘉誠 又開始跳樓他拍賣 一口氣直接七折就砍下去了 是 這個中國水泥 天瑞水泥公司 你知道它一天之內竟然崩跌 散崩99% 散崩99% 真是非常誇張 根本講一句話就是在資金鏈斷 那為什麼資金鏈斷 主要幾件事第一件事情 因為中國過去這一兩年 其實那個房地產景氣不好 這水泥業者沒有辦法 根本房子蓋不下去 怎麼會需要水泥 所以就不斷的消價消價消 消價到後來已經虧損之外 我跟你講這個董事長 人家在懷疑他什麼 他把自己滿手的股票 七成的股票 拿去跟銀行職押借出錢來 把錢往外送 所以現在變成是 你應該要開始還錢 他不還了 他就開始不還了之後 整個股票資金鏈斷 所以股價直接都變成壁值不值錢 那第二個 中國的房地產景氣不好 香港的房地產景氣也不好 去年我們還談到 有沒有 李嘉誠第一槍 就是直接打 打七折 為什麼是七折 因為七折是 他自己的成本價 結果我跟你講這次更誇張 他這不是打七折 他就要賠錢賣 因為他的成本價 每尺是2.8萬元 現在他告訴你 我2.1萬元我就賣了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香港上個禮拜 他們就說 所有香港人不是在掃墨的路上 就是在搶房子的路上 所以他們現在講到說 本來只要賣出410幾套的房子 現在竟然是有2.8萬組的人 開始在等標 中千率只有1.2%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港府才在今年的時候 把所有限制房地產的一些 壓制他漲價什麼印花稅什麼稅 全部都取消掉 即使是這樣 香港房市開起來 還是沒有回軟的趨勢 好 剛剛講的 為什麼現在台灣跟中國的感覺 比如說距離越拉越遠 以前剛剛講的 我們講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 不是只有在台灣 連中國 中國發生了任何天災地變 台灣那麼像 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我們給 總共捐多少70億 我們剛剛講的 311工程大地震 我們是68億 也就是我們這比 311工程大地震 給的中國汶川還要多 結果呢 人家日本到現在還在感謝我們 日本現在我們台灣有難 就想盡辦法來幫我們解決 現在我給你的70億 他有任何的感謝嗎 有任何的缺點 他有不好 沒有 而且當時是誰發動的 馬英九發動的 汶川大地震 他跟他老婆周美星兩個人 還接電話 用盡整個國家的力量 用盡所有的力量 操控所有台灣的資金 撈了 弄了70億 搞到了中國去 那對台灣呢 對台灣呢 我們得到什麼 沒錯 你要說什麼 銀黃子孫 或是說兩岸一家人 OK 你要這種主張都可以 但是一家人 而且就是馬英九搞的 對 你一家人要怎樣 要有來有往對不對 剛才寶傑講到 汶川地震的時候 其實台灣人也非常堪堪 我們不是對日本人特別好 我們三星一捐了68億 但是汶川地震 我們也捐了70億 可是你看一家人的感覺 為什麼現在很多台灣人 就切心了啦 對 為什麼很多台灣人 會對日本覺得說 你好像才是我們有這個兄弟 或是說有這種親近的感覺 我們現在捐 我們即使到現在 你看我們最近發生地震 日本人也是馬上捐啊 有來有往一直 我捐給你 你捐給我 這個完全非常好 可是問題是 在當時的這個中國 我們捐給汶川地震 捐了70億之後呢 我們發生地震的時候 中國老是要占我們的便宜 要不然老就是說 在我們感謝全世界的幫助 對 要不然就是說 軍機還是常常給你繞一繞 我們現在要救災同時 你還來這邊繞一繞 那有什麼讓兩岸一家親的 這種感覺呢 那特別是 這次馬英九 我覺得他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也發生地震 我媽這次給你看到 馬英九一路上就是 一路哭 念到這個林爵敏的 與虛節別書就在哭 然後一路哭 一路哭 一路哭 然後問到這個 他是好像無止哭目的哭 對 跟中國非常有感情 你只要講到這些 哇 他完全都是淚汪汪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問到這個台灣說 我今天早上看到這個新聞 那台灣外海發生大體症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就是說這樣 沒了 輕輕鬆鬆的帶過 沒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留著情緒 等一下還要哭 所以他就趕快 一路這樣的表現 那相對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事實上在2008年 那時這個 所謂的溫川地震裡面來說話 就是馬英九嘛 馬英九當時就是 主導這個所謂的捐款這個 他還去打接電話 一個總統之尊去接電話 然後他說原本的 只要接兩通電話 他還有行程 可是後來他還是 幾乎在那邊坐了一個小時 然後等到捐款突破一億兩千萬之後 他才要離開 就確定這個捐款非常多 他才要離開 那當然我們當時 我們跟中國關係 其實當時也不錯 所以大家都OK 可是問題是你看 他接下來他到這個 2008年88風災的時候 大家都記起來非常清楚嘛 這塞米跟他說 我已經沒飯吃了 我們都看不到你 然後他說什麼 我不是來了嗎 你不是見到了嗎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說馬英九 對台灣人的感情 跟對中國人的感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在嘉義來的時候 這我非常有印象深刻 因為他當時來嘉義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這個 這個居民就舉起步調 要你救救我 結果你知道馬英九為什麼 好 我要救你可以 等我先把話講完好不好 那這種感覺 你就覺得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我就知道為什麼呢 馬英九 我覺得其實很多台灣人 也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為什麼你到中國 當時都能夠哭成這樣 那麼有感情 對他們有感情這樣子的程度 但對台灣人來說 好像你就覺得 有一點不聞不問 好像我們不是你的家人的感覺 好 是喔 今天如果馬英九 剛剛講的連載已經慢慢帶出了 那兩岸需要有一個 類似買賣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的一個人 馬英九已經坐實了嗎 那這個角色有這麼重要嗎 對 當然了 我覺得兩岸之間來說 還是有非常多的政商 需要溝通 包括說我們還是很多台商在那邊 然後你要至今要出來 或是說你要跟當地政府溝通的話 還是需要一個正式的 這個所謂官方的管道 你能夠跟對岸的這個高層見到面 還是比較好 那所以呢 因為現在連戰了 他也沒辦法跟習近平建立上關係嘛 那連戰的這個二代 他也沒辦法跟現在的當權派建立關係嘛 所以馬英九的確 他未來可能會是兩岸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不要說買辦啦 他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台商啊 或者你要至今往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管道 也就是說520之後 剛才講的 他的總統領域已經到了一個段落 他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對 他的新開始 未來就是在兩岸之間扮演一個 類似過去連戰的角色這樣一個地位 好 聽位 剛才講到的 現在雖然馬英九有什麼樣 不但地強調我的反日 反美抗日的這個態度 你說因為為什麼要這樣 美國人已經完全不相信馬英九了嗎 現在日本人已經完全不相信馬英九了嗎 馬英九已經不再不能得到美日的同意之下 他只剩下一條路 他只能去中國了 但是現在這個我們在看到 美國 日本 菲律賓 韓國這些串聯 是越來越緊密了 馬英九自己知道到底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而且他也知道說到底他的份量在哪裡 說真的 美國人早就看不起他了 也對他來講的話 完全就是 你說什麼 化不去啊 對 而且完全對他喪失信心了 那現在他最後的利用價值在哪裡 只能被習近平召見而已啊 所以我是覺得馬英九非常奇怪啊 他一路在中國哭 這種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不吉祥的一個狀態 我也不想到我家來哭啊 人家的幕前哭 而且剛好又是清明節的時候去哭 你到底是在幹嘛 他在哭粉啊 在哭粉 那粉是誰 是習近平嗎 還是誰 那到底在哭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看 有看過習近平出國的時候 一路在外面哭嗎 當然沒有 沒有嘛 所以馬英九去哭在幹什麼 所以被他哭 中國一定會被他哭衰啊 被他哭窮你知道嗎 就像德上這樣的不要跟倒霉鬼在一起 是啊 那現在馬英九在倒霉啊 整個全世界的潮流在幹嘛 天下為中不是嗎 那你今天來講 你又跑去跟中國蹭在一起 而且說真的就算你蹭了 你有什麼份量嗎 人家也看不起你啊 你的東西就是人家施捨給你的啊 你習近平要給你就給你 不給你不給你 你看啊 本來說4月8號要見 結果變成4月10號見 我教你 我延後兩天 你就乖乖的給我延後兩天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主控嘛 你所有的講稿全部都是人家安排好的 然後所有的行程都已經安排好的 那你去長城哭長城 拜託 你又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講說那個誰 夢江女哭到外自己長城 你又不是夢江女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馬英九在搞一件事情 他當然想要搞這個歷史低位 想要搞兩岸的這個買辦沒有錯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習近平今天是因為 他沒有招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為什麼會到最後 把馬英九這種人找來 就是代表習近平在對全世界來講的話 他也沒有任何招數可以使的 你說葉倫今天對李強講的那些話 也就是說今天美國不會做事不管 你的太陽能板 你的電池 還有你的電動車 向全世界傾銷 我們不會重蹈覆測 這真的是一件很兇的話嗎 這非常兇的話 而且就代表說 美國持續的對中國進行制裁 還會延續下去 你想想看 如果習近平可以的話 他為什麼不找岸田文雄 找小馬克來跟他進行三編會談 為什麼是拜登去找這兩個人 來跟他們三編會談 看得出來全世界大家已經站在美國這邊 那馬英九你就是逆潮流嘛 那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沒有辦法嘛 他現在變成什麼 這個孤寡 寡人一個這種概念嘛 孤家寡人 那李強能夠做什麼事情 葉倫接他其實是給你警告 我今天美國接下來下一步 你通常來講你看到 葉倫也好 雷門多也好 布林肯也好 他們回去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什麼 馬上下一個制裁 又一個清代又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我也可以預估 葉倫回去之後 馬上有很多動作 接下來對中國一刀又砍下來 所以這是習近平怎麼辦 所以他沒辦法 只能先找馬英九取暖一下 不是 而且葉倫很可怕是 他不但講了這些話 他還在中國警告這些中國企業 如果你按住俄羅斯的話 你這些中國企業也會變成了美國制裁目標 對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他跑去中國威脅人的 人家早就把什麼清單都準備好了 而且你中國哪些企業有跟俄羅斯之間有來往的 私底下偷偷的把東西送給俄羅斯的 美國手上都有名單了 所以現在來講就是來給你最後警告 那個叫什麼 埃德美敦書 最後警告的概念 如果你再不制止的話 我回去馬上公告清單 馬上公告這些企業的清單 馬上制裁 所以對中國來講的話 雪上加霜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全世界都需要台積電 是因為我們在先進製程 先進封裝上面都獨步全球 可是在台積電裡面 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 這期天下有提到說 這是叛將跟忠誠的一個選擇 也是叛將跟忠誠的一個對決 我們都知道梁孟松台灣第一叛將 幫著韓國三星來打台灣 後來又幫著中國來打台灣 可是為什麼台灣還可以穩住 當然現在才見有很多人 支撐了這個天下 可是有一個人非常微妙是 他是跟梁孟松同期的 同期這個人叫余振華 余振華他就開始 他就發展了所謂的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以前是比較低階的 是要講歐秋耶 沒那麼厲害 可是還敢於做這件事情 就沒有想到這個封裝 被他搞成是先進封裝了 是 寶貞哥事實上 所有的故事要從一張照片講起 就是你現在看到2003年的時候 行政院在圓山飯店頒獎 就是說傑出科學的技術獎 為什麼說要頒這個獎呢 主要就是台積電那時候 他們研發了一個0.13微米 一下子就把這一個代工的製程 拉了六個世代之前 而且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把聯電遙遙的領先 遙遙領先在前面 把他甩在後面 然後所有的故事從這裡開始 因為你知道這六個人 都是當時這個技術突破的一個大工程 有沒有看到誰有梁夢收 有沒有看到誰有余振華 還有誰有蔣尚宜 有蔣尚宜的領軍的情況之下 那你當然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 譬如說在梁夢收 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我有戰功 所以在那時候獎商要退的時候 我是不是開始要進入所謂的接班部隊 但是張宗某有一個習慣 他要在培訓一個人的時候 都會讓你先蹲後跳 什麼意思 會把你調到一個冷牙門 然後讓你鑽住某一個地方 然後在隔幾年之後 再讓你開始跳起來 結果那時候的一個安排 梁夢收就覺得說 我是戰功欸 你這樣把我調到 把我的辦公室 我本來有獨立的辦公室 你現在把我辦公室簽掉 讓我跟一大堆人弄在一起 他覺得他被侮辱了 所以那時候梁夢收出國回來之後 他就很生氣 他覺得你不尊重我 他馬上就叛將 叛到哪裡 三星 就跑了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梁夢收 在2010年前就開始爆紅 因為這是頭號叛將 結果另外一個人余振華 你有沒有看到 他在梁夢收後面 他這個人在當時做的另外一個選擇 他也是被冰起來 而且某一種程度上 如果說梁夢收 你那時候還是負責所謂的 前段這個部分的研發 如果你都覺得你被冰起來 那余振華事實上 他是被梁夢收 擠到後面的研發 那梁夢收 照你專業 這邊有一個描述就講說 余振華是台積電第一批的 歸國學人 當時就有記者問他說 為什麼在美國貝爾實驗室 你是從事 你在貝爾實驗室 從事先進半導體技術研發 結果你來到台灣去 是冷門的封裝技術 他的答案是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退伍可退 我已經沒什麼損失了 為什麼退伍可退 他被梁夢收逼得 Nothing to lose了 對 因為兩個人 其實有一點在相偵 那也不能說相偵 就是兩個人 其實說一句實在話 都是非常的天才 然後都是非常的拼命 但是兩個個性不同 梁夢收他認為 整個台積電隊我不公平 所以他就拂袖離去 而且在當下他還沒離開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針對於這一個余振華 其實有點雨量情節 余振華就是那種 你一直逼我 你把我前段的拿走 你把我什麼都拿走 沒關係 我就守在我的冷牙門 他就守在他後段 先進封裝的這個部分的研發 你知道他守了多少年 即使那時候梁夢松離開囉 他都還是繼續在那裡 他並沒有因此而浮出檯面 後來到了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知道台積電的張宗萌 給蔣商業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呢 就是說你現在開始 就讓清潔楊夢中 來去研發所謂的先進封裝 因為他們認為摩爾地律 已經走到了尾聲 你變成必須要從這個後段 這個部分的一個封裝來開始 讓他的整個效能來提升 所以句實在話 那時候他給他400人 但是也不知道能做出個 研發出個什麼來 結果那個余振華 他就苦手苦手 事實上他真的成功弄出來了之後 他主要弄出了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COWAS 我們現在都知道嘛 主要就是把邏輯晶片 跟這個D-REN晶片結合在一起 然後再放在這個基板上 現在講起來都很輕鬆 但是實際上中間 弄出了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而且講句實在話 某一種程度上 他說他那時候2011年去參加一個 就是封裝的會議 遇到了戲品跟那個熱月光的人 他們看到他很刺眼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心裡想說 怎樣你現在台積電要跳起來 搶我們的聲音就對了 然後他們就有點對他冷嘲熱否 你們怎麼可能 你們就是做晶片的 你們怎麼可能說要下來就下來 那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我們都沒有透露 全部都要讓你們 你們全部都包辦了嗎 所以那時候他在內部 事實上是有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是有一點要來搶 我們這個下游業者的地盤 所以大家是有點不諒解 所以是吃力不討好的位置 吃力不討好 後來他就消失在這些相關的研討會上 而且他其實從2011年之後 就已經有這樣研發 但是從頭到尾這個 只有賽林斯用他的一個產品 其他人都沒有用到 然後有人忍曹樂逢 樂逢什麼 你領導了400人 研發出來又怎樣 根本沒有客戶 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找 就是說到底誰能成為我客戶 一直到講上義後來找到 他們一個大客戶跟他說 我跟你講你所有問題出在哪裡 你COAS很好 我也知道他太過了 然後就跟他說 你每毫米你只能要1美分 你有本事降到成本 降到這個成績 我們再來考慮要不要弄你COAS的相關技術 後來他們真的就用1美分的 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開始進去研發 2016年終於研發出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符合客戶需求 所以那一年大爆發 同時有兩個客戶 包括蘋果 蘋果的那個iPhone7跟iPhone7 Plus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分刮了三星的一個訂單 把它撥給了台積電 因為為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他發明了這個INFO跟那個COAS 這樣子成功的降低成本 第二件事情最大的一個客戶是誰 就NVIDIA NVIDIA就開始也下單給他們 後來就發現說 他不斷地把那個降低 他的一個面積的情況之下 大大的提升了他的AI的相關的效率 所以其實後來余振華就講了一句話 他都想到說 如果沒有COAS這樣的技術的話 AI其實也沒有辦法現在進入到一個大爆發的一個階段 所以天下才講說本來是一個小媳婦的部門 就這個小媳婦的部門 竟然讓台積電可以擊敗三星獨吃蘋果 是所以呢你知道到後來 到了2018年 他的很多的那個 已經開始獨吃蘋果很多的訂單之後 那個張專門還給他一個公道 什麼還給他一個公道 第一個不僅把他生成副總 第二件事情還給他又爆了一個獎 因為認為說事實上余振華不僅在技術上的一個突破 讓台積電也開始在穩坐AI這個部分 甚至是那個更就是先進封裝這個部分的一個龍頭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過去這20年還像個小媳婦一樣 在台積電裡面在業界 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他一樣堅守崗位 所以對比剛提到的叛將梁夢說 兩個人都是天才 兩個人都非常拼命塞郎 但不同的個性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所以雖然那個就是余振華晚了十幾二十年 現在才被大家廣為人知 但事實上他將會成為這個跨時代非常重要的台積電的一個工程 而且你剛才形容說 他得到的一個是總統科技獎 剛時張宗某還特別陪他去領獎 結果他講為什麼張宗某會陪你來 你現在講我才懂了 是就還他一個公道 而且事實上某一種程度上 台積電就有人講 講什麼 他說余振華他這種個性 你知道什麼個性嗎 就是他不會去跟你爭 反正我在我現有的一個資源裡面 我努力做到最好 老闆給不給我 老闆賞不賞事我 那不是我能決定 所以他又回到你剛剛講的 為什麼你還會哭走在那邊 然後熬了這麼多年 終於熬成功 他說他已經沒有任何損失 他說在他當時人整個最慘的時候 除了在公司感覺上好像在冷牙門 他家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但對他而言所有的一切 其實他就只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埋頭苦幹做出現金 他說我當時就是衝衝衝 我怎麼辦我就開始剪 拼命的剪拼命的刪 拼命的刪 就刪出最簡潔的方式 為什麼要刪出最簡潔的方式 就是因為顧客講的那一句話 那一句話就是說你非常好 我知道 不過你太過了 所以後來他才去 把所有的其他簡潔掉之後 變成一個以滿足顧客成本需求 但是在那時候 又可以做到最大化的 一個攻略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他竟然可以做得到 所以難怪人家會說 他會名流台積電的工程師 董事長 在講到台積電成功的時候 有一個講說 到發生任何地震 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所有台積電的人都知道 馬上放下手邊所有事情 趕快回公司 你昨天講你在當 環球電視台的董事長的時候 也是這樣 九二一大地震 所有的地區都斷了 你也不可能指揮 你也不可能動員 可是一樣 所有人馬上都回公司報到 這等於說是台灣一代 數代人 都是這樣的性格 因為台灣人本身 是已經習慣在一個 所謂的危機社會 我們台灣長期處在危機社會 因為經常你看 有老公要欺負我們 過去有國民黨 壓迫我們 我們經常在這個不安定的情況之下 要尋求出入 台積電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出入 就是沒有辦法的之餘 請了張忠謀回來 李國定把張忠謀找回來 想出了這個 大家都認為不會成功的模式 大家絕對不會成功 不要忘記最開始的時候 除了開發基金國家投資以外 有一個最大的股東是誰 菲利普 不是菲利普 台塑 台塑 菲利普當然是 台塑是最大的股東之一 然後台塑 當時的王永慶董事長就去投資了 因為國家請他投資了 你知道他在這個公司的股票要 聽說要快要上市的時候 他就把他賣光光了 因為他很簡單的概念 因為傳統產業的什麼概念 第一個 我要去工廠嘛 去工廠要買土地嘛 我們要自己買 買機械嘛 是不是都要自己去買東西 來投資建設等等 台資電有什麼 沒有啊 地也是別人的 然後研發 每天花錢 每天花錢 花了下死人的錢 所以這個概念 從初期的這一批人 創造出來一個新的概念 那個概念是一種新的合作的理念 那個合作理念當然是 基本的背景就是在 無路可走情況之下 而創造出來的台積電的佳機 那就是台灣人的特色 台灣人沒有地方可去 無路可走 我們除了跳太平洋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退止一步即無失措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去啊 對不對 來 就是除了 就是有錢人可以跑掉了 那一般人去哪裡呢 大部分人就死守台灣嘛 所以在無路可走之下 我們可以創造出來一些 不可能的一些的任務嘛 而這些任務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台灣的每一項的生存的法則 都要適用全世界 就是我們要做到世界第一名 才有生存的空間 那台積電或其他的電子業 而且三星說這幾十年來 我們電子業在逐步全球的理由 就是一個全球第一 還有無路可走 對 剛剛宇軒講的是 孤立雄有一個特色就是殺 到了金管會 殺 到了黨產會 殺 到了國安會 各位秘書長 看起來沒有不動聲色 可是剛剛講的 他那個殺的本性沒有改變 對 他的武器就是法律 你知道他是律師出身了嗎 他到金管會為什麼能夠證得住 為什麼到國安會能夠證得住 現在如果真的到國防部的話 能夠證住那些將軍們 要怎麼證 就是靠法律嘛 法律這麼規定 那你要幹 但是我自己驚訝的是 當時他等於說他是個律師 而且是刑事法的律師 你跟金融一點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跑到金管會 想說你證得住嗎 結果後來發現 先對中信心下手 然後對所有的金融代位射手 再對男生人手下手 殺了兩倍以後 所有的金融代位 都乖得跟貓一樣 你知道他在國安會當秘書長的時候 他怎麼開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他對國安議題根本就不是很了解 剛接的時候 對外行 那怎麼去領導國安會呢 那個情字系統 他也不是情報頭子 也不是這個過往的 你知道他怎麼開會了嗎 他怎麼開會 他就開會當主席對不對 他什麼都不用講 你各單位來講的話 開始這個當庭辯論 你就開始當辯演 就是說一邊當演檢方 一邊當演律師 然後我就當法官的概念 然後讓你們自己互相交加辯論 交加辯論之後 我懂了 我知道你們在吵什麼了 結果他什麼事情都不做 然後他也不會去下達指令 他也不會做主席的指財事 他就說散會 這是散會 那邊怎麼辦 原來就同東西都被套出來了 這是他用套的方式 把你所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變成他的 所以他把法庭那一招 帶到金融會 帶到黨產會 再帶到國安會 是啊 那這樣子的話 現在帶到國防部了 變成說他全部都知道你們的底細了嘛 然後以後就來對付你們嘛 也是這樣子 就大部分來講 回歸到本身民進黨應該想用的人 因為小英的時候 他隱隱惠惠 我還用老藍藍 對不對 之類的 但是現在來講 全部都是綠的 然後變成 而且孤立雄本身來講 在當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 已經取得美國的信任了 你知道中共對他來講 支持制裁啊 七個人民的 包括蕭美琴 吳釗燮 孤立雄 全部都是公告在中共制裁的名單當中 那孤立雄當然 也不可能到中國大陸去 也是美國所放棄的對象 那孤立雄本身跟美國的之間 也關係得非常好 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 他有到華府去 有跟吳釗燮 蕭美琴都進到AIT的中心的時候 其實老美也在觀察他 所以當這個名單一提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老美馬上就過關 今天我們看到了賴清德慎重其次 去公佈他的行政院長 副院長秘書長 還有行政院發言人的這個 可是你說 我們要當然講 這個不意外 也不驚奇 然後呢 這個我們現在按下步表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國防部長 還有我們的國家安全委會的秘書長 這兩個都是小英的人嘛 這個跟的 跟這個地區的穩定有關嗎 還有你講說 今天 顧立雄的出現 他是文人部長 你說這個彰顯了什麼 軍方的內鬥太嚴重了 軍方的內鬥太嚴重了 陸海空擺不平 才搞了一個 不是軍人出身的顧立雄 對的 我認為顧立雄的出現 應該是這個意外中的意外 那唯一的解讀 反過來看過去的話 我就搞懂了嘛 邱國正的兒子跑去 被爆料嫖妻這件事情合理啦 你說跟這個有關 不是 一定是有人真的很兇悍 才搞到這種這種兵凶戰 為大家什麼雪滴子都幹出來嘛 幹到邱國正的 抱孫子的照片都撲 都撲放在這個設計網站 你說是為了要搶國防部長 就是因為要有人爭才有人爆料 如果沒有人爭 你看農委會現在有沒有人爆料 國防部長一定真的非常非常兇 搞到擺不平了嘛 好 現在沒辦法怎麼辦呢 就搞一個 找一個不是裡面的人 不是這個是非圈的人 搞一個完全外行乾乾淨淨的人丟進去 這個人也沒關係就坐在那邊 就幹國防部長就好了嘛 然後這個事情才不會延燒 國防部的原來那個臭的味道 臭的鬥爭的氣氛會比較降低下來 所以就變成一個政治上的一個鬥爭後的處理 可是不對啊 現在中美對抗這麼激烈 現在台灣是最前沿 現在中國的攻擊不但地擾台 連我們剛剛講的 台灣現在不但在侵擾我們 你找了一個不懂軍事的 只是為了擺平內部的紛爭 就找了顧立雄 你認為顧立雄不懂軍事 你認為邱國正又懂多少 邱國正也不懂 邱國正懂個鬼 立法委員那個質詢 海軍的立法委員上架質詢他 他做筆記了 他哪裡懂 懂個鬼頭啊 他兒子不要出事就算了吧 對不對 你看一個要下台的部長都會出事情 這可見軍中的腐敗 跟鬥爭的激烈 你根本無法想像 那怎麼抗中保台 從來沒有 抗中保台是靠老美 不是靠國軍 國軍不抗中保台的 國軍只搞鬥爭 國軍搞走私香菸 你都忘記了嗎 七星香菸都可以升少將 那個叫走私 那個叫超買 對 那你超買 你以前當兵之後 你有看過這種將軍嗎 沒有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們軍人世家 有一個人升少將 你知道嗎 祖墳冒清菸 現在幹什麼 走後門就可以當將軍了嘛 我當時彭文部的司令是 英宗文不會這樣子的 對啊 英宗文做兇悍 很兇悍的 把你搞死掉 以前我的外祖 我的長輩 當過湯安波的副總司令 中將下跪 我搞錯了 國軍的傳統哪裡 中將跟上將下跪 都不敢放 我跟你講 乖乖的 這麼兇 當然兇 打仗 明天命都沒有了 誰給你搞這一套 現在不是啊 現在抗中保台是玩假的嘛 現在通通是搞假的 現在馬英九都去哭了 你看到沒有 抗中保台跟 所以我跟你講 國防部長誰都可以幹 我跟你講 你要願意幹 我要願意幹 明天我們都可以幹 不要羨慕顧立雄 不用專業嗎 不要羨慕顧立雄 這個東西不是 那個東西誰都可以幹 可是那不是老美的意思嗎 老美不是講說 你今天賴清的 我不一定相信你 所以你要延續小英的人嘛 所以現在吳釗介跟顧立雄 都是小英的人啊 那好 那我應該講法上就是說 美國人接受顧立雄 這可能是個事實 所以因此這個內閣的 國安系統裡面 有國安會或是顧立雄 或是將來的 像這個陸委會這些 比較敏感的部門 應該都是經過美國人 美國人同意的人士 這個是對的 因為美國 為什麼美國人同意呢 因為現在有一個大原則 這個內閣 這個內閣 賴政府現在有個最重要 最重要的任務 什麼事你知道吧 什麼事 11月份美國投票之前 不可以跟我鬧事 不要鬧事 不要跟我鬧 鬧出皮肉來我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所以不能鬧事 所以你看那老美一波一波跑來 跑來台灣 就安撫大家 你都不要鬧 那今天的內閣很清楚啊 今天內閣就是 你看那就是一個保守內閣嘛 一個維穩內閣嘛 周庸泰會鬧事嗎 不會 安全牌啊 我們周庸泰就卓院長 我當然是在這邊祝福恭喜他 他不會鬧事嗎 你覺得不會的 安全的不得了 你看另外今天的廟的棋 是哪一個棋 要看政治 不是看國安系統 關鍵小英那個人 11月份以後就換你就好了嘛 那什麼了不起的 你說等美國總統大選完畢以後 風平浪靜了 想怎麼換就怎麼換 從中給你幹掉 到時候從中是保證賴系人馬嘛 然後你今天看到最重要的是 副院長 副院長是 鄭力軍 鄭力軍是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吧 鄭力軍這個副院長一出現 我告訴你 兩個副院長不見了嘛 鄭文燦不見了 林佳龍不見了 兩個都我們的好朋友 讓一個副院長 幹掉兩個院長跟副院長嘛 所以鄭力軍才是關鍵棋 是拿鄭力軍去擋 鄭文燦跟林佳龍的 那不然鄭文燦跟林佳龍 還有什麼機會 現在去哪裡你告訴我 不知道 你幫我 林佳龍也是我們好友啊 對不對 那林佳龍你叫他去哪裡 他如果原來還搞一個這個副院長 勉強委屈一下 還存點顏面嘛 那現在這個副院長沒有了 這個副院長插下去之後 這個台叫做大肆底定 以後的事情通通都是左宏泰的事 那是不是左宏泰能做主呢 賴清德的事 當然賴清德一個人在那邊 很輕鬆的雨傘關機慢慢下棋 對不對 所以把這兩個大仙的 都把你擺在旁邊嘛 擺在旁邊 旁邊一擺嘛 你看那個更惡劣的 這還有一個 昨天我們的自由時報 有一個更惡劣的地方 還把林佳昌搞上去 當秘書長 當黨秘書長 我跟你講 林佳昌在前兩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才跟媒體宣布 才跟媒體放話 說他已經跟蔡英文總統講 他想要選2026 那我問你 請問你 自由時報後面聽誰的 誰有影響力自由時報 誰有影響 當然蘇貞昌 對不對 把你搞去當了 我問你 林佳昌做過什麼事 林佳昌曾經是民進黨的代理主席 我主席都當過 你叫我當秘書長 我現在不管 我現在問你 林佳昌如果當了秘書長的話 他能夠選2026嗎 不能 他不能求援兼裁判 他的人生 就是不是更定了賴清德 有可能嗎 林佳昌會幹這個事嗎 他是政國會的少主了 所以林佳昌要談 當他開始在講說他選2026的 新北市的時候 就會有昨天的這個自由時報報道他 當秘書長就出來了嘛 林佳昌不可能同意去蓋這個黨秘書長嘛 他當黨秘書長就等於他放棄他的前程了嘛 那我請問你 他如果選新北市市長的話 林佳昌有沒有機會當選 欸 游錫坤上次殺多少票 兩萬票 對啊 那林佳昌跟游錫坤什麼關係啊 師徒關係 這個親的真的親白的啦 他知道辦公室的人啊 對啊 他們兩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師父跟徒弟的關係嘛 民進黨很妙 民進黨的那個神輩都有兩個文臣武將 我們剛剛講的 蔡邦 陳水扁是誰 羅恩嘉 馬詠誠 那你會看到現場的謝長廷 謝長廷就是姚文志 還有另外一個童 童 我又忘了 然後你接這個誰 游錫坤 游錫坤就是劉建興跟林佳昌 對啊 每個人都有文臣武將的 那林佳昌是在政國會裡面的 是遊戲裡面重要人馬嘛 林佳昌選新北的話 將來如果成功的話就變储君 你想想看 那這麼重要的缺 賴清德會給他選嗎 不會嗎 當然不可能啦 開玩笑嘛 因為如果2026林佳昌北是拿 被民進黨拿下來的話 2028 賴清德還有問題嗎 沒有 所以當林佳昌提出來說 他要選新北 2026 他提出來他2026要選新北的時候 他已經跟各方人士 各方有利人士開始交力了嘛 他因為他很簡單啊 因為你要 如果今天賴清德要給他選2026的話 請問你 能不給他擺一個副院長以上的職級嗎 不能給他一個 一定要給他一個高度啊 當然應該啊 所以當他同意選2026這件事情 他就是在內閣裡面重要閣源啊 所以如果當時我給你當副院長就代表我要培養你去選2026 如果我要叫你當黨秘書長 你就NO SU了 那這個NO SU是不是我們賴總統的意思 還是我們這個還是我們書前院長的意思呢 我們大家慢慢想一想嘛 浩世偉 沒有為什麼我現在已經政治外行了 我都看不懂了 國安的這個首長換湯不換藥換來換去 因為美國大家都認知 剛剛在講那個顧麗熊 顧麗熊 寶杰哥你要知道第一次公開讓大家拍到AIT美國總部 就是顧麗熊啊 顧麗熊跟吳釗憲那時候去了以後還皇称陪同有沒有 顧麗熊在這一次的國防的所有交界當中 如果你都不懂政治也不懂新聞 更沒有像周慶文 周謹亮有獨家人脈的話 你看畫面就知道啦 去中研院 中科院啊 對不起 去中科院看無人機的時候 誰陪同 邱國正跟顧麗熊 而且我真是現任國防部長嘛 到國防部看秘密報告的時候誰陪同 又是顧麗熊 那當然他現在是國防會秘書長的身份 覺得很合理啊 可是李仲威 黃曙光 都沒有跟得去 那你怎麼可能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還要再聽第二次的國防報 第三次的國防報告 所以那一場當中一定有國防部長嘛 那就是相互像柯南講的 真相只有一個嘛 每一場裡面的人一定有國防部長 對 那個人就是顧麗熊啊 因為不是邱國正 也不會是邱國正嘛 他要出了那樣的事情 所以呢你這樣子整個歐龍誰都會 就發現說 賴清德這次的這個佈局 很簡單就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叫做 蔡歸賴誰 所有蔡英文總統跟美國的對口 尤其以校美引擎為主導 那你看吳釗燮 顧麗熊 這都是美國都已經認識的人 所以就繼續用 國安會秘書長 國防部長 那第二個呢叫論功行賞 一字排開 除榮泰 鄭麗君 像鄭麗君當副院長這件事情 大家有點驚訝 可是我一點都不驚訝 以他在選舉過程當中 賴清德的希望工程 每一場都是他 沒有讓他當院長 我覺得他當院長 我還一度想說真的沒有人 他不一定要把他推上去當院長 因為賴清德顯然重點栽培鄭麗君嘛 他又是林義雄最喜歡的 然後他又年輕 然後他形象也好 再加上他是一個女性 所以呢在這整個 現在立法院沒有過半的狀況上 大家總是大家會比較客氣一點 第三個 索隆泰 鄭麗君 帕麗君都已經有位置了 可是最重要的兩個人 就是林佳龍跟鄭麗君不見了 那現在不見了就是說 院長 副院長既然不是你們兩位 其他位置你們可能也不想要了 你今天叫他去當部長 民進黨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歷練 那叫做六都的首長 這兩個人都是幹過六都首長 等於是望龍之位 你居然把他們兩個都撇掉了 老杰哥你講這個太專業了 來我再講一次 六都首長幹過之後 來我說行政院的院長 這是我看法啦 因為過去以往是這個脈絡 六都的首長要去參加行政院會 對不對 列席嘛 那你今天一個行政院的院長坐在那邊 他看到下面六都的首長 執政市長都是白禮猴 我卻沒有幹過執政市長 我只幹過這個地方的縣市長 你真的鎮壓壓不住 所以這一次的卓榮泰跟鄭麗君都沒當過 林佳龍跟鄭麗君兩個都當過 一個桃園市 一個台中市 結果兩個職家市長都當過以後 都沒有辦法換到這個位置 所以顯然賴清德並沒有想要位於重任 可是你搞到半天以後 既然沒有這兩個位置 也沒有其他位置 因為等於是降掉也不想去 那你只能拼2026 可是寶傑哥我就講了 拼2026 2014林佳龍就台中市長了 平準的職家市長 你2026再拼 而且我剛剛講了 你一講我在想到 那2026真的有林佳龍拼台北市嗎 說不定不是林佳龍 可能會是鄭麗君 那你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到這邊 就遇到了一個很重大的關卡卡在那邊 今天很多人在傳說 外交部長會不會是林佳龍 我覺得後續在觀察 因為我聽到的 好像徐司檢的可能性會高一點 好 所以宇軒 剛才講的 在中間剛才講 裡面有他很深的接班的布局 對啊 保雷哥我反問一件問題好了 今天賴清德很多人都在檢討說 你提了卓龍泰 鄭麗君 包括我們現在講到的點名 除了音系系統的我們不排除之外 請問一下這些人都是誰的人 賴清德自己人 不是嗎 很多人說他小圈圈 小圈圈 用這種方式去形容嘛 去罵他嘛 但我反問一件事情就好了 民進黨是什麼樣的政治生態 派系文化 那其他派系怎麼這一次沒進去 不是這一次很怪嗎 理論上來講 新潮流應該敲鑼打鼓啊 對不對 那鄭國會林佳龍受委屈啊 林佳昌還被吃豆腐啊 敲鑼打鼓啊 為什麼全部通通都沒出來 為什麼 這代表太系的力量已經全面視尾了嘛 這在講這個道理嘛 我就問啦 新潮流他有沒有底氣大聲 他哪來的底氣 桃園他選的怎麼樣 哇 鄭文贊洗臉欸 輸到那裡了 台中請問麗景祥有三道便宜嗎 也沒有嘛 那南部城局他可以跟你交代啊 劉四方 這剛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你仔細看這一回 為什麼賴清德他說 哎呀我要退出新潮流之後 然後那時候大家想說 玩真的還玩假 我跟我講 退出新潮流我覺得是玩真的 但現在要搞一個叫什麼 當初蔡英文搞一個叫什麼 英系 英派 第一時間那時候叫英派 然後說人人都是英派 有沒有記得那時候喊民進來喊一句話 人人都是英派 因為為什麼 那時候也有一個重點 派系通通都是我 那時候唯一最強大的 全部人大家一個眼睛盯著看是誰 蔡英文 所以賴清德很顯然 你不用從小圈圈的角度去看反而 看反了 反而是這一回在所有派系 對於他的人事任命 完全拿他沒批調的狀況下 他有意要創造自己的英派 賴清流 我把它取名叫 清流 賴清德的清嘛 就清流嘛 不要新潮流改清流行不行 所以你仔細看 除了國安系統 我們講國安系統為什麼動不了 你要講美國關係 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我反問一個問題 小法律 這很簡單啊 請問一下國安系統 唯一台灣能夠保衛國家安全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美國啊 就跟美國聯繫嘛 所以好 各位這件事情確認 那在跟美國聯繫的狀況下 到底是美國說了算 我們說了算 是美國說了算啊 所以這個反而 不像是說美國清點誰 是圈列一個表列名單 就說這個名單範圍之內的 哪些人哪些人 我可以接受嘛 所以你說顧立雄去當國安部長 意不意外 台北長我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國防 請問 要保衛台灣的國家安全 到底是跟美國的關係 良好到一個極致 能夠拿到優秀的軍售 然後美國願意來出援軍 還是說我對於國防的東西 非常追根就底的了解 當然是前者啊 就台灣的立場就是這樣子啊 你不管軍事在了解 巧富男為五米之吹 而且再來 各位不要忘了顧立雄 他有個特質 你講他萬用對不對 萬用他有個重點 為什麼他在金管會也沒有出什麼皮肉 為什麼他到黨產會也沒出皮肉 國外會秘書長也沒有出皮肉 其實沒有什麼巧 他有個特色 殺 黨產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 殺 線上跑 我親自去採訪過他 對不對 他就是這樣啊 不斷的殺嘛 對國民黨他沒有手軟過 沒有 也沒跟你囉嗦 也沒有什麼隱色殺傷的最強 我故意熊不講什麼話 就殺殺殺 一刀一刀一刀一再打下去 金管會的時候有沒有 殺殺嘛 什麼南山人壽 各大金控 還有中信金 對反正三大人壽金控 我看你不高興 我就殺 所以未來他到國防部第一藥物 就是如同我們講的 你三軍再繼續內鬥 我就先拿你們來開刀